你好沒有來政經的阿威,大家好 這條片播出是12月27日的,威,大家好 我們這次也想說一下剛剛 Yahoo頒了一些獎項,搜尋熱度的獎項 其中你見到閻明熙也獲獎,盛小花也獲獎 Cora也獲獎,但Cora只有三件而已 不是有八個嗎?你整天都不齊人,不如收拾吧 是不是?那你Yahoo頒獎也算是 一個有搜尋的話,別人就扔了錢 也有這麼多明星出現,是不是? 你只有三件出來,弄得潮潮脾肥的 當然另一邊男生的獎項就給MIRROR了 你Cora走出來,真是 嘩,嚴殘殘的,一會兒會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怎樣嚴殘 另外,龍虎們,又想跟大家說 很久沒有跟大家說龍虎們了 我們這些,真是 老坑的讀者 我最早看龍虎們,好像是1986還是1987 我當時龍虎們六百旗,九豬 但是現在呢,最近又有個突破位了 冰火十陽 要不要一會兒跟大家說什麼東西 冰火十陽 喂,另外呢,其實中聯好聲音也有一些總 有一些統計數字跟大家說 因為我覺得中聯好聲音是一個很好的節目 真的有十位參賽者可以拿過五燈 五燈不容易拿 但是十位裡面已經有三位被淘汰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了 好,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何止江有10V機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那我們呢 入正題其實就叫大家 跑數的話就沒什麼好跑的了 不過呢 大家就是 發覺最近那個星夢二 那個聖誕歌出了 不過呢,人氣跟星夢一差很遠了 大家會知道 星夢一、閻明熙 在Yahoo這個搜尋榜裡面是人氣飄和 在女性方面呢 他們拿最高票 最多搜尋 但是Yahoo是美國的搜尋軟件 死都要扔Miller 那就沒辦法了 或者是男性方面 他們有很多黃絲都是一些女孩子 他們支持暴動 現在不敢爆共動 暴春 跑去撐Miller 不管了 女孩子方面 TVB一向都贏的 因為TVB呢 陰性揚衰 就是TVB搞了很多選美 吸了很多頂級美女 在唱歌比賽裡面呢 也很正常 是一些女性唱歌 都是比男孩子厲害的 我告訴你 厲害的男歌手呢 石果耿泉 現在李克勤還在唱 對不對 張學友就半退休了 但是你說一個很聰明的男歌手 得到香港很多人去肯定的呢 其實年輕人的真的不多 老實實口句 你說MIRROR 硬捧出來 他們唱歌會不會得到香港人認同呢 不會的 在政治上 我要反TVB ViuTV做什麼我都要支持 那些態度而已 是不是真的說 他們支持MIRROR 是不是沒有政治性的呢 肯定有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 你正常的 我情願支持 就是青春的康志維 那一個 大哥 阿Rock 阿芷唱歌 正經過MIRROR 那幾個奇妮怪 老友 不男不女 這些男人還是女人來的 不家產 有八大型男 認什麼春啊 又是美國人的勢力硬捧 美國領事公司說他認而已 民選 你們有一部電腦 你們有一部軟件 出術而已 幾件不男不女 是不是 阿馮秀波 阿羅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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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你不覺得他 是醜化Anson Lo 而是 Anson Lo 真的是女三男上 藍生女上 不男不女 不知道像什麼春 什麼粉紅教主 粉什麼春呢 你這些黃絲女仔 喜歡太監 喜歡基佬 喜歡不男不女 李澤佳可能他喜歡 為什麼喜歡 我不知道 是不是 馮素波真的假裝得很像 馮素波 七十多歲 其實Anson Lo的質素 都是跟七十多歲的人差不多 我老實說 你說搜尋榜 票王是Miller 沒有的 政治 但是另一邊 搜尋榜裡面 Yahoo都給了 Cora有份 很明顯是安慰獎 但是還要 Cora去到 八件 都是來三件 好像李澤佳也不想做 我知道 這個演唱會摘親人 那件事 就是MIRROR演唱會摘親人 是有一個叫做蘇青的 就是他們八件 其他一個 受傷的男藝人 李啟然的女朋友 你八個少一個 都是七個而已 另外四件去了哪裏呢 就是 如果你 李澤佳你沒心搞的 那你還放在這裏幹什麼呢 不如解散吧 浪費氣 是不是 就是現在你這樣放 你原本就說 好多人 八個 橙 四少花 誰知道 四少花到現在還人多過你 當然啦 那些人又說 這個 Yumi 是 人氣還差過 Windy 那樣 是不是Yahoo在這裏玩是非呢 我又不覺得Windy真的厲害過 Yumi 不過他們四個我都喜歡的 基本上如果唱歌來說 Windy是排第二 厲害過嚴明熙 但是也很厲害 Chanel繼續賣樣子 真的很漂亮 Yumi 其實Yumi我都覺得很漂亮 其實四個我都覺得漂亮 但是Yumi跳舞真的特別厲害 你說 《就是青春》那幾個女生 你是不是可以像Yumi 一個人壓倒台 唱《狂野之城》呢 《狂野之城》 大家看 是一個 你覺得 這麼厲害 那種的跳舞 就是 Yumi暫時才能給到一個 這樣令人 覺得很有突破性 很厲害的一個演出 但是 《就是青春》那些女生說要 跳舞 始終都是拿著 我老實說的感覺 或者當Yumi在這裏之後 他們四個一起跳 我覺得他們四個一起跳都很好看的 就是這個女團那時候跳 什麼都好 Aptacast當然是無敵的 另外Yahoo這個獎 基本上派的時候 就理解到 林敏聰就出現了 接著 郭柏妍在這裏 然後下樓上車軸 拿到一些留意度 另外美麗戰場 很多人上去都拿到一些 掌項 搜尋的掌項 但是我不說這麼多 另外其實說一下龍虎們 龍虎們其實都是一個 在香港運作了接近50 我想都超過50年的一套漫畫了 去到新著 22年前就出現了 其實龍虎們來說 我們上一次說 有一個角色叫做 痴尤 痴尤已經出現了30年 後來就死於非命了 但是最後我發現 原來痴尤是沒有死的 騙著我買 20多元買了一個 以為痴尤死了買去紀念他 原來痴尤是沒有死的 原來痴尤就 找到一個武功高強的人去配合他 所以就出現了一些幻象能力 令到殺他那個人 叫港法堂的白朗 進入了幻象 原來痴尤是沒有死的 故意製造一個假死去騙人 而那個白朗是傻子 可能白朗是做不起的 所以我現在唯有就 作個故事說 哎呀 其實他殺痴尤是他 沉醉了一個幻象而已 這樣也被他解釋到 我看痴尤那時候死了 甩手甩腳 頂你的肺 原來最後 殺他那個是發夢 啊 這樣也被他解釋得通 厲害 這個是我們上次說痴尤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 不再跟進 這次就說十陽 十陽是一九九七年 舊駐去到一千一百 不知多少期 我突然間 咦 講了N這麼多年 九陽 突然間見到十陽 在九七年的時候 咦 我見到十陽 很久我買龍虎門 都買了一本十陽 這樣 接著去到新駐的時代 即是九七年可以講十陽 但是開始武功 發展到失控 嘩 神經病 十陽還有四級 十陽第一級 不知道是藍色 接著第二級 是紫色 第三級是青色 第四級是白色 嘩 這麼多隻色 但是 如果你練到那些色 嘩 那你就厲害到爆炸 這樣 所以十陽的年代 舊主的後期 因為那些武功 發展到已經神仙化了 已經練到十陽 就像一個核彈一樣 嘩 我十陽八艷 這樣就核爆了 整個大嶼山大佛都炸淹 那你說得這麼誇張的話 其實這個故事很難推進 所以二十二年前就出心著了 現在呢 重整再出十陽 但是十陽 他就不是終極十陽 是冰火十陽 就是說呢 黃蜂雷是用他的冰火 幫助黃小虎突破十陽的時候 因為有些兵勁 保護他的經物 就不會 燒爛了 因為十陽都去到 嘩 你核爆境界嘛 大佬 你說十陽那樣都這麼厲害 有些人說 喂 會不會再上十一陽 十二陽呢 我相信龍虎們 就不敢再上十一二陽呢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呢 就覺得 嘩 去到十一十二 那你無窮無盡 十三十四十五 對不對 十應該 最後完美境界了 一個人有十隻手指 太陽最多十個 是不是 古時就說 太陽有十個 被後藝射凹了九個 那麼最後一個是不可以沒有的 去到十陽 就是代表著 嘩 黃小虎的武功 去到最終極 不過呢 十陽太厲害了 要 要跟黃蜂雷 一起練 黃蜂雷把他的兵火 灌注到他身上 就可以爆發到十陽了 他在打 還要是 打打蝦膠的時候 對手是用摩河色特加洗水晶 不知道做了一個叫做無上天武 那個叫做天武英明 說到天武英明十分之好打的 本來呢 不上十陽是不夠的 天武英明打的 現在殺上十陽 要看看打不打 借天武英明 下一期才出 你想一下 我講到這樣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 但是呢 其實對我們這些 千八年 支持龍虎們的人來講 我是 覺得 真的 都 真的有點突破了 終於 終於可以看到十陽了 這樣 令到我們這些老局者 有迷思都肯買 對 另外 中年好聲音 他的賽制 就是 你不夠五盞燈 在第二個回合裡面 就要被挑戰 那麼 有些三回合的比賽者 選了一個對手比他厲害 最後都要輸 這些很不幸 但是他之前得到五盞燈的時候很厲害 第二回合 拿到三盞燈 都 輸 因為對手很厲害 周吉佩是最蠢的人 因為他的對手竟然選 他第二首歌竟然選 複雜 嚴明熙的歌 用藍聲去唱 嚴明熙的歌 各玩輕柔和玩假音 用男生去唱是很難的 那麼即場都被人說 你選錯歌了 選錯歌了 選錯的歌 再選錯對手叫龍亭 龍亭 龍亭也是很厲害的 最後就拿四盞燈被淘汰 這些都是嚴命長的 你明明贏 你有五盞選手 水準跌了 你應該選一個差的 誰知道選一個 選一個那麼厲害的對手 最後就打死被淘汰 另外李家隆和何博文 對手是 是剛好幸運 沒有辦法 但是 丁文俊 是唱幾段情歌很好聽的 第一次 第二次是掉了 只有兩盞燈 但對手更差 竟然是沒事 我現在留意了 下一集 顏智恆會不會 再出賽會怎樣呢 因為現在 《中年好聲音》裡面 最高view的一個演唱標段 就是顏智恆 顏智恆是有 在TVV中藝有33萬 我希望大家留意 因為這些中年人 唱歌的水準 去到拿到五燈其實很難 真的不容易 請大家留意 這樣就這樣了